喷酒精擦篮干 大陆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 4000多人开始为复工复产进行压力测试 截止到目前已经超过了十轮斗核酸检测 一家企业要复工 旗下的零件物流供应链厂商也要配合才行 我们已经在排摸各级 配套供应商的复工能力 摸排清楚了供应商厂区疫情是否清零 上海风控已经23天严重影响经济 现在上海复工复产防疫指引出炉 包括楼洞7日PCR群应 个人7日PCR也要群应 但当前全上海7天内未出现阳性感染者的社区或企业不到50% 而工厂要复工生产线要过半出勤 而且采闭环管理不得出工厂 就有人吐槽这不就是换个地方隔离吗 如果有新的员工补充进来 我们要求还是要做一定的一个观察静默期 和原有的员工不要直接进行接触交叉的混编 另外这几天美国欧洲日本等商会代表 也急着见大陆商务部部长 日本商会甚至表达 封城让日商企业供货无法获得保障 销路和市场被其他同业抢占 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 试图对大陆施压 TVBS新闻柯胜雄 陈向如综合报道